朱中村的家位在俗稱震爆點的九分二三 九二一地震造成九分二三地區發生大走山 奪走三十九條人命 形成兩座艷色湖 地震過後 朱中村夫婦在園址重新蓋起了鐵皮屋 靠著災區觀光 做點小生意 搭配物農的收入撐過二十年 每年中元節 朱先生會與附近居民 一起朝著燕四湖方向 搖寄亡靈 地震在人們心裡流下傷痛 也深深影響著住在當地的野生動物 在崩塌之前 這裡原本是農墾地 靈心分布著一些養露場 地震之後 它們崩落形成大概將近兩百公頃 整個黃土區跟岩盤有落地 那這樣的環境其實對生物來講 幾乎是清空 由於九分二三具備大規模崩塌的地質條件 基於安全 水保局徵收了兩百六十二公頃的崩塌範圍 化設為九分二三國家地震紀念地 除了再少部分人工造林 大部分都交由大自然接管 我們目前是記錄到37種 那八大類的哺乳動物都已經在這邊出沒活動 包括很珍貴的像石虎 重點是我們人類在這個過去將近二十年時間 也基本上也停手了 我們沒有繼續去破壞干擾那塊地方 左二一地震改變土地面貌 改變生命 不論經過多久 台灣人都必須謙卑地向這場地震來學習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